包括在大部 阿里山還有米山鄉頂頂 比較比較偏向 逢方的營養五餐 因為路途比較遙遠 素量比較少 含上實際的風險比較高 在處理的手上路 無意思要來逃避 所以工藝館政府是政府 來建議一個偏向逢方 五餐公平的一地形 全國書版採取在實際聯合採港 含上的方案 協助在中華友情 跟他有救來載文 在九月份開始企業 同意管長翁張良表示 同意有救送菜到平衡 文匯比較多 而且菜色也能更豐富 是沒有新鮮進到環境 同意有救救護身領表示 有救無價到成本 有救運送日到市政局上官 如果起班成功 經驗未來能夠提供到整個 大部阿里山美山鄉 頂頂的平衡好風 營養五餐 因為路途要玩 數量就實在風險館 都只槍槍無意來投票 該官政府正好願意 偏向向五餐公平一致性 全國書版 採用實在聯合採港 含上的方案 在九月開始起班 大部國中修三米、新米 以及第三國書 頂四號 協請中華友情 財友局來採用 管長翁張良表示 財友局送菜到平衡 文匯減家 添添菜色豐富 實物新鮮景環境 那這樣的一個運送至少導致兩個非常重要的目的 第一個是運費捲少了 那可以讓小朋友在午餐的費用上 不至於壓縮的太厲害 第二個是食物新鮮了 而且食材完整了 那我想整個中華郵政的整個對我們偏鄉山區的幫忙 在這邊非常感謝他們 那實際上這樣的一個措施 實際上解決了很多縣市政府 長年以來對整個山區偏鄉的困擾 那我相信中華郵政跟嘉義縣政府 這樣的一個山區的偏遠的合作模式 一定會帶動全國的風潮 由於郵局局長的信領標示 郵局不及成本 郵局吻桑密度是全國上官 四番成功的位可以提供到全國 郵局是服務業 也是公部門的一部分 那關於這個運費 我們是不計成本的 一千多塊其實我們都給那個代辦手 全部都給他們 因為我們很感謝部長還有縣長 有需要的時候想到郵局 因為我們郵局的那個運送的綿密度 可以說全國最高的 這個是四半的勝負 如果說以後如果順利的話 我看我們還可以扣大舉辦 解決偏鄉的運送食材的問題 勝安管政府說有從頭給他們的運費錢 郵局全部給代辦手 都給代辦手 所以完全是用後部來處理的 這個是一個很創新的做法 那讓我們的午餐的食材 其實改變了很多 那小朋友吃得很好 我想家長很放心 那整個午餐的品質提升了很多 小組合平衡學校 學生力減減少 要有一定性公平的教育支援 經代國客的優先缺乱 給予支撐 謝謝新新聞創民董 大伯鄉彩虹不得 那麼 那 我們要去用廣告